好啦 我們第一輪結束了 剛好那一題 一定會答對 答錯 所以給你們那麼厲害 對 加了一分 對 二比二 好 來 我們進行第二題的 第二輪的第二趴 來 我們這嚴選題 這坐姿不良是常見的文明病 請勾選圖片中 傾斜度 靠背 走背支撐 最正確的位置 這個是坐姿 哪一個最正確 靠背的位置 還有手臂休息的位置 哪一個是最正確的 把他三個選出來 這是各選一個 很難耶 這個要好 這個很難耶 應該不難耶 是嗎 這是背口上面 你覺得 這補折的吧 這很簡單耶 我現在應該是這個 把它勾出來 這個有點... 好 我們完成了 好 我們完成了 還有一個 來 起亮板 我們答案完全不太一樣 妳蠻沒有啊 手臂的位置 我們來看看 張寧 來 妳先講妳的案例 我覺得脊椎很重要 因為我之前就有一次 就是跟朋友姐妹 就是走樓梯下樓 然後那時候穿一個平底鞋 但之前流行那種平底鞋 就是有一點跟的 但是如果走太多 它就變成有點圓弧狀 然後我沒有發現 我就跟姐妹在那邊聊 很開心 然後很多人 那時候是下班時間 然後聊 然後就突然花了一下 你知道嗎 大概剩下五格階梯 然後我不誇張 直接下去 有人屁股嗎 對 我直接就 然後因為超多人的 我心裡想說 天啊 我現在真的就裝沒事 我就是默默的超痛 然後我扶著那個樓梯 就這樣站起來 我說千萬不要有人發現我滑倒 真的太丟臉 然後我姐妹在旁邊說 張寧妳滑倒妳沒事吧 妳有沒有怎樣 然後全部人這樣看我 就發現我滑倒了 然後我就想說 沒事沒事 然後就這樣慢慢這樣走 然後從那一天開始 我睡覺的時候就會覺得 尾椎很痠痛 當然啊 然後甚至是天氣變化的時候 我都是覺得很痠 然後每次睡覺的時候 都要去瞧那個睡覺姿勢 就這樣好多年 然後後來我爸就帶我去一個 整骨的一個國術館 而且那個是很 很偏僻的一個小村莊 我就覺得 這看起來一定是很厲害 然後就是一個名宅 然後外面排超多隊的 我以為是什麼算命的 不是 他是瞧骨的 然後一進去 因為我爸就在旁邊 然後因為真的太痛了 我整個就喬在那邊 叫超大聲的 然後我發現每個進去 都是這個叫聲 但是出來之後 就整個很舒服 然後就好了 就好了 就好了 真的很厲害 因為就在屏東那邊 那我不知道 我現在已經很多年前了 對 所以尾椎真的很重要 當然很重要 那妳當下都沒有去檢查 其實那時候我只覺得說 可能有點痠痛 那是正常的 年輕 可是它會隨著 就是時間越來越長 它就越來越痛 甚至是有時候動一下 就開始痛 所以就越來越嚴重 可是妳要摔錯 搞不好有一點點 微微的骨裂都不必要 裂開了 有可能 對不對 所以其實要趕快去治療 是啊 然後去檢查 對 妳這邊的坐姿選的是 2 對 我們是那個刪去法 對 因為這個絕對不可能 對 因為這個真的社會 這三個絕對不可能 在學校老師會叫妳坐鎮啊 會叫妳坐鎮 其實都有一個刪去法 這樣妳看靠背 不可能有縫嘛 對啊 對不對 這樣會很痠痛 所以妳們是 2 2 1 2 2 1 我覺得手臂90度實在是不可能 誰會手臂這樣 坐著 合理嗎 對啊 合理嗎 一定是會這樣嗎 2 2 1 肚在這兒 一定會答對 妳們是1 2 1 2 我看錯了啦 我以為是看手 你們圖畫很醜 沒關係 妳有三個都要對 三個都要 妳可能錯兩個 妳也沒有用 也沒有對 正確的解答 來 憲君 來 這兩隊都答錯了 為什麼會這樣嗎 不是耶 我們就插一個中間 不好意思 醫師真的會用手這樣 對 等一下會解釋 醫師 妳坐高鐵都這樣嗎 對啊 妳怎麼可能 這很理嗎 應該自己說 我一定是大家理論上都要答對 至少要知道怎樣是正確的 所以我想要先給大家兩個觀念 第一個就是 不要久坐 然後妳沒有久坐的時候 妳怎麼坐 其實基本上都還好 但是一要久坐 就要有正確的姿勢 可是還是建議不要久坐 然後第二個觀念就是 只要是舒服的 就應該是錯的 對 妳坐起來就 好舒服喔 那個應該就是錯的 真的喔 因為 肌肉跟大腦放鬆了 但是妳的脊椎跟關節 都在默默的幫妳施力 所以坐下去 覺得好痛苦喔 那就是對的 對 因為肌肉沒有放鬆到 可是妳的骨頭 維持在正確的提示啊 對 就是 如果骨頭這個姿勢跑掉 也得不償失嘛 所以重點還是 是不要久坐啦 對 那這邊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坐姿有沒有 往前輕太多的 如果往前輕太多的話 就會讓我們的大腿比較用力 膝蓋也會用力 然後這個對肩頸也會比較痠痛 因為往前輕的坐姿呢 通常人都會聳肩 對 對 所以這個是錯的 那如果往後呢 我就是舒舒服服這樣子 可是這樣子的時候呢 反而會要 所以最好的是 大概是中間 90到100度左右 也不要坐得完全挺 但是因為完全挺不符合人性嘛 對 稍微有點往後 然後最好是後面有支撐 所以這個支撐呢 是要能夠符合我們這個脊椎的彎度 那如果中間低一點點 可以貼那個凹的地方 這樣子就可以幫助我們減壓 不太需要額外的出力 那手呢 手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如果說太往上 或是太往下 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們的血液循環 或是壓迫到神經 所以都會建議 可以選擇有這個扶手的 然後跟桌面是平行 那我們要打字啊 或者是寫字的時候 這樣就不會壓迫到 對 這個就是給大家參考 那我這邊也有一個案例啊 是一個年輕的 有在路跑的女生 那他就是很會跑步喔 然後跑每次都很認真的熱身和收操 可是他的腿呢 就是腫到不行 然後而且呢 還有腸胃就不適 常常可能便秘的問題 然後他就覺得奇怪 我這麼一個養生 又在運動的人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他一進來 我看他的體態就是前突後翹的 骨盆前傾 所以屁股很翹 然後又故意這樣子站 我就說這是你平常的站姿嗎 他說對 我輕鬆站就是這樣 我說從小就這樣嗎 他說其實沒有 他以前是駝背的 但是因為一直被罵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 那我說好 你做給我看看 他直接是做三分之一板凳 我就說因為這樣 你的這個三分之一板凳 讓你的斜熱循環 在大腿那邊直接被阻斷了 就是你的大腿根部那裡 就循環不好 所以下肢就很容易循環不好 而水腫 還有會影響到腸胃的蠕動 所以問題就解決了 就是姿勢的問題 那就把這個姿勢調整過來之後 他的腿就消腫了 那腸胃也都變好了 這邊也有 之前也有過一次去急診會診 他是一個四十歲的男性 他來的時候就是說他一兩天 一隻腳單腳 越來越麻越來越痛 還開始沒有力氣 那他就非常不能忍受 就來急診室 那我們這邊看到他 除了就是腳很痠痛麻之外 而且無力之外 他就是有一股尿味這樣子 就問問看他說是怎麼回事 他說這幾天其實他尿尿 也有點感覺不太到 那他的會陰部 也是覺得麻麻的 那擦屁股屁股也沒有什麼感覺 那這個情況我們聽起來 就覺得應該是有些問題在 因為我們的神經系統脊椎 從上往下走 可能往下的部分 除了到腳的這個肢體之外 其實會到會陰部 還有一些管這個糞便 排尿系統的這個神經 所以說代表他有尿尿問題 代表他這個神經應該是有嚴重的壓迫 那我們趕快給他去安排 做核磁共振掃描 的確看到他有這個追尖盤突出 那問起來的話 他的確他是一個司機物流大哥 平常就是久坐開車子 然後還要上下搬一些貨物這樣子 那所以可能他說其實已經半年 段段續續都一直在被痛 那他也沒有去注意他 那直到那時候他還是腳痛 無力的時候才趕快去就醫 馬上去開刀 做一個減壓手術 後續再搭配一些復健 那慢慢慢慢就恢復了這樣子 好 來 我們接下一題 請出題 頭痛是現代人常有的症狀 分為多種類型 請問下列頭痛伴隨的症狀 哪些可吃止痛緩解 哪些可能是較嚴重疾病症狀 一 咳嗽會痛 二 半邊麻痺 三 胃光 四 怕吵 這好像有點難 有點難耶 好 你把它分出來 你選一 一跟四我很糾結 一 二 三 四 合理嗎 不一定是幾比幾 但你認為是哪些答案 哪些 他是複選題啦 對... 對啊 比如像文毛一樣 快點... 你給知識通藥喔 對 四可以吃止痛藥 四... 你也可以吃止痛藥 什麼 二 二 三 那個時間差不多囉 好 怕吵吃止痛藥 OK 誰是說怕吵吃止痛藥 怕吵 我會覺得怪啦 對啊 來 羽毛你先去想你的案例 我跟你講我那時候 前陣子之前拍過八點檔 然後你們知道拍八點檔 就是那種翻班 然後劇本前一天來 對 我知道 壓力賊大 然後那個壓力是大到我 那個時候就頭真的 每天都很痛 然後第一個症狀就是 怕吵 我那個真的是 大家現場都叫我小乃哥 那時候我真的鼻氣超級差 那時候我就覺得我 好熱鬧亂吹啊 好熱鬧亂吹啊 好熱鬧亂吹好不好 好熱鬧亂吹 對 那時候真的是 一聽到一點點噪 然後覺得好煩喔 然後就覺得頭很痛 然後那時候我就吃止痛藥 就稍微可以緩解 所以我就認為是這樣子 然後剛剛說到一嘛 咳嗽會痛 真的啊 那時候做什麼 就是很痛啊 你咳個嗽 然後什麼醒個鼻涕 都覺得這邊好脹 然後你知道其實 頭痛的時候這邊脹啊 會有兩條筋浮起來 因為它會從你的眼角太陽穴 連到你耳後 然後你就想要用手 去緩解它 然後你就去摸 就發現它這兩條筋浮起來 很像琵琶你知道嗎 就這樣 它這樣 QQ的 然後很痛很痛很痛 就沒辦法緩解 然後後來我同劇的演員 就跟我說就發現我很躁鬱這樣 他就說 羽毛你這樣不行 你要學會紓壓 你才不會頭痛 我說那怎麼做 他說他們都用精油這樣子 他們就介紹我這種小精油 我以為拿酒出來 然後前面還有這種滾豬瓶有沒有 他說你不是這樣子 這樣尻自己 你覺得壓力很大 覺得很想要殺人的時候 覺得很吵的時候 你這樣子狂尻你的這個 沒有 耳朵後面這樣子 所以有用嗎 很舒服 所以像是隨身攜帶是不是 隨身攜帶 坐捷運啊 坐公車 就不舒服 他下一秒是不是要置物 下一秒就要置物 就是我個人的小爸爸 所以我就認為就是 可以止痛的是四跟一 然後不能的話 嚴重的話應該是二跟三 跟我們不一樣 我跟乙愛是這樣覺得 因為我們把嚴重先寫出來 他剩下就覺得 嚴重是一二 所以三四是可以吃止痛 咳嗽 胃光跟怕草 咳嗽會痛 蠻嚴重的啊 我覺得 對啊 咳嗽會痛會痛嗎 方便麻痺誰受得了 所以一定是嚴重的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